歡迎來到三分鐘格鬥攔指系列 今天讓我們一起暢快的來 格鬥三分鐘 直拳打擊 在使用直拳打擊的時候 務必注意自己的身體重心移動 以及手腕還有拳頭的接觸 千萬不要讓自己的手腕受傷 勾拳打擊 在使用勾拳打擊的時候 務必將身體核心的部分加入勾拳動作 動作不要過大 一樣千萬要注意接觸面跟手腕 直拳中段打擊 在中段打擊的時候 動作要盡量練到短、直接、精簡 直拳中段打擊左手 左手單獨練習 可以更有效的精簡自己的動作 勾拳打擊下段 這種偏向下勾拳的動作 必須要完整的搭配自己核心的轉動 來增加出拳的穩定性 此動作非常容易破皮 也非常容易傷到手腕 千萬要注意自己拳頭的接觸面 以及手腕的角度 直拳加勾拳 在基本的萬兔直拳下 搭配右勾拳的組合 是非常經典的練習動作 復必熟練 將動作協調 移動式直拳打擊 此動作可以有效的確保 我們對於距離的掌握 以及出拳的精細度 移位式勾拳練習 讓身體在一路角 以及三路角 兩個角度進行移動 搭配基礎的下勾拳動作 在拳擊 是非常常見的一種攻擊方式 注意手腕 注意移動步伐的大小 並且配合沙包的晃動 來進行有效的打擊 位移直拳 跟剛剛勾拳最大的不一樣點就是 你必須在高速的移動下 進行高速的萬兔連打 上下上的直拳打擊 可以有效的去模擬 我們在實際上 跟人對戰的時候 會產生的空門位置 配合沙包的晃動 加快 減慢 改變自己攻擊的節奏 以及速度 可以更有效的去模擬 與人對打所產生的效果 在練習的時候 務必確認自己動作的精簡 以及直接 讓您隨時可以接收我們的資訊 youtube facebook 搜尋 捷權武館